Hello 大家好 我是格仔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今天是4月26日 星期日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繼續多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留言分享一下你們有什麼看法 好了 我們正式開始 大家都知道今天在太古城 有人在網上公然發起一個違反限聚令的活動 他們在網上號召一千多人 在太古城裡唱歌說 公然違反限聚令 這種場面自從有了疫症以來 很久都未見過 但是今天警方的反應非常快 一早已經部署了大批警力 在太古城中心的裏外 去作出這個驅散 令到這班人未在太古城裡聚集 就已經趕了他們出去 我覺得今次警方的做法是非常之好 因為在這些私人地方 商場這麼擠迫的地方 如果一旦他們聚集到一千人以上 先去作出驅散 那就麻煩了 因為在商場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一家大小在這裡 如果他們聚集了才出動警方 去趕他們 那就真是吵架了 今次警方的做法是非常之好 很久沒見過還很久沒見過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在網上公然違反限聚令 叫人出去聚集的人 誠之於法 這種幕後黑手千萬不能放過 另外格仔在這裡想說 應該將這些作出公然挑釁 公然違反限聚令 事發如無物的人 加大力度的懲治是很重要的 就像那個襲警的歐樂軒一樣 他才判得140小時社會服務令 其實140小時社會服務令 在襲警這條罪行來說 這個襲警這麼嚴重的事件來說 根本就是沒有阻嚇性 很多人都看到這些案例 就覺得出來搞事 或者叫一群人出來搞事 其實他的犯罪成本是很低 也沒有什麼代價 很多人都誤會了這一點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怕 就走出來犯法 大家看看 同一條襲警罪 在02年有一位社工叫做梁威俊 他當時在灣仔總部 灣仔警察總部門外 用大聲弓向一名警察大叫口號 然後以至這位警察的耳朵不適 最終梁駿威被判入獄五個月 你想想 同一件事 同一件類似的事 一個是有五個月的刑份 一個是14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其實是差很遠的 也就是邊商鼓勵更多的人出來犯案 因為他犯案的成本不高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裁判官很應該把這些案件 這些事例的本質 再想清楚一遍才去判案 而不能夠太僵化 應該要知道他們是故意出來犯這個案 而要判一個有阻嚇性的刑罰 同時我認為與其是走出來犯案的人 我自己覺得是召集人和幕後黑手 警方更加應該要加大力度 將這些人承之於法 而捉到這些幕後黑手 在網上公然叫人走出來的人 如果捉到他們的話 更加要將這些人重判 才有阻嚇的作用 因為往往這些召集人 才是事件發生的原因 如果沒有這些召集人 根本就不會有人走出來 你想想這些召集人 根本就是毒害青年的主謀 所以如果一旦捉到這些人 我們一定要與以嚴懲 接下來我們5月1日 可以拭目以待看看 因為李卓人5月1日的集會 已經被警方宣佈不批准 我們看看這個召集人 會不會繼續公然走出來犯法 如果是的話 一定要將他予以懲罰 嚴重的懲罰 好了講完香港 先講到外國 英國政府在每天的疫情簡報會裡 一直都展示了英國和其他 九個國家的死亡數字比較 包括中國 而上個星期五開始 他們竟然將中國的數據剔除了 內容指到因為中國 他們覺得中國是做假數 所以將中國的數據在名單之中剔除 其實我在這裡想說 英美等國如果屈中國之前 麻煩他們自己不要隱瞞疫情 先說回一件事 本身是2月29日 才是美國有紀錄以來的 首宗本土死亡案例 但近日加州官員發表了聲明 有兩個陰病死亡的屍體裡 他們嘗試抽取一些樣本 然後接受新冠病毒的測試 結果證實呈陽性反應 而這兩個死者的遺體 他們的死亡時間分別是 2月6日和2月17日 亦即是意味著 美國的傳染病 要比想像中來得更早 目前還未清楚這兩個人感染的途徑 但一般被認為 這兩個人應該是來自社區傳播 美國加州官員指出 由於政府當時在很早期間 對新冠病毒的測試 進行著嚴格的限制 因此每個個案 他們都要跟CDC談了之後 才有機會進行測試 即是CDC認為有測試的價值 他們才讓他們進行測試 而不是大規模的測試 一開始美國並不是大規模的測試 而這一種限制很有可能 令美國在2月底才出現了 跟新冠病毒死亡有關的案例 如果不是 因為加州這個聖克拉拉郡的調查研究員 揭而不捨繼續追查下去 去翻炒2月頭2月中死亡的人士 令到他們都有機會 在死者的屍體中抽取這些樣本 去接受測試的話 根本CDC可能永遠都不會發現 美國有更早的疫情爆發的事例 其實這樣推斷下去 美國的社區爆發可能早在1月初已經發生 只不過當時大家並沒有對新冠病毒有一個有效的測試 因為當時的基因排序根本未做好 而這個基因排序是中國做出來的 而美國之前也湊巧發生了這個大流感 這個大流感根本就是很多病徵和新冠病毒是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美國應該更加做多些 對2月或者2月之前 因為一些因病死亡的案例 如果有屍體在這裡 應該從他們的屍體裏面 繼續抽取一些樣本去進行新冠病毒測試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就是隱瞞疫情 如果你繼續不做的話 你根本沒有資格說中國 根本你自己在檢測疫情的初頭爆發 都是錯流百出 不過算了 美國一向都錯流百出 這次這個疫情也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做事是很鬧熟的 是很清楚的 根本做事是非常不小心的 你看看他們特朗普總統說的話就知道 竟然叫人把消毒藥水打進身裡 或者服飾 這樣就會好起來 你身為一個總統 你竟然可以這樣說話 你的總統說話是有權威的 你說完的話是有效力的 因為你是身為一國的總統 你說完的話可能真的有人去做 而這個也是 在他講完這番話 18小時內 真的有美國民眾去試 結果在這18小時內 接獲了多宗因為服用消毒劑 消毒藥水 而得出來的求助個案 麻煩大家請看出真相 連他們的總統 他們最高權力的人 都是說話 都是不小心 都是亂來的時候 可想而知這個國家 其實根本就不是我們想像之中 那麼有制度 現在歐美國各國 不斷施加壓力要調查中國 計我說中國應該要美國歐洲這些國家 盡快他們交回他們2月 或者更早之前的一些死亡病者 對新冠病毒的測試報告 不要想偉絲滅跡 得過且過就算了 這些對之前死者的測試 一定要有中國的學者 在裡面參與其中 絕對不是說你得過且過講完 說是有就算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是隱瞞疫情 把這個波拋給他們 他們都說想進來中國 作出調查 大家正確 你去我調查 我就去你調查 如果他們不肯的話 他們就是隱瞞 如果他們繼續要強行來 在中國想拿著數 想強行要中國賠錢 什麼的話 也放心 放馬過來 中國已經不是19世紀的中國 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大場硬仗 好 在未結束節目之前 我再次呼籲大家多點訂閱 留言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會繼續拍多些好片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